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話說大陸的兩會即將舉行 多個部委和監管機構輪流見傳媒 而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今早就表示 說中國銀保監會和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 都不會執行美國的法律法規 並且說美國的制裁是毫無約束力 而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無論是中資還是外資 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規 是不會執行美國所要求的所謂制裁 當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就引來網上的一片熱議 不少網民都認為 大陸又再一次是想測試美國的底線 到底拜登將會怎樣來接招呢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今早還有提及到 就說美國對於中國內政進行了很多干預 比如說涉及到香港和新疆的問題 中方就認為是毫無道理 並且堅決反對有關的做法 好了到底郭樹清在今早早這番宣示 他背後是有什麼涵意呢 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大陸會認真執行郭樹清在今早所說的話 即是說 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無論是中資或是外資都好 都不會執行美國的制裁 如果真的朝著這個方向行進的話 那個後果就可以是很嚴重的 首先來講到底怎樣理解郭樹清這句說話 他說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規 因此就不會執行美國的制裁 但是無論是中資或是外資的金融機構都好 各自都會有他們的利益盤算和考慮 如果說不執行美國制裁 就是符合香港的法律法規 那麼到底執行美國制裁又會不會違反了香港的法律法規呢 郭樹清就沒有在這一方面進一步這樣展述的 而問題就是 可能有部分的金融機構 他們真的會擔心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當中 寫明了就是會有一個疑似制裁的 他們可能就擔心如果不執行美國制裁的時候 就會招致美國對他們的二次制裁 包括可能是罰款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懲罰 這樣都很嚴重的 其次就是 如果真的強制 所有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都不要執行美國制裁的時候 那些外資企業會有什麼應對方法呢 他們會怎樣來取捨呢 究竟他們是要顧忌中國和香港的市場 還是會擔憂美國的二次制裁比較多呢 如果他們是要繼續留在這個市場運作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會得失了美國 如果說那些外資機構是不想得罪美國的 那它剩下來的選項也不多了 很可能就是索性退出了這個市場也不定 所以那些外資機構就很有可能是兩面不是人了 就要隨便選一邊了 好了 至於中資的金融機構又怎樣呢 如果真的強制壓下來 說一定不能夠執行美國的制裁了 那到底中資的機構又會不會 為那些被制裁的香港官員 提供銀行的服務呢 會不會向他們重啟帳戶諸如此類呢 當然如果大陸真的規定了所有在香港運作的金融機構 是不能夠執行美國制裁的時候呢 也都是等同於和美國產生了一個金融衝突的了 那到其實拜登是會怎樣接招呢 如果拜登是硬起來的時候 那他有可能是會對於那些沒有執行美國制裁的金融機構實施二次制裁 那就是對於那些金融機構作出懲罰啦 好了 但是如果拜登是硬不起來的 他是繼續軟皮蛇的 那到其時 恐怕呢 全世界也都不會再看美國制裁那一台電影了 因為原來搞到最後呢 根本上 美國都是硬不起來的 那就是你那些所謂的二次制裁都是廢的啦 那這個呢就是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大陸會認真執行郭樹清在今早所說的說話 好了 那至於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說 根本上郭樹清今早所說的東西 都是行禮如宜的 也都是叫做老調重彈 因為呢 他今早所說的這番說話 在過去這大半年裏面 大陸都曾經是有不同的官員表達過類似意見的啦 反正就是說 香港那些金融機構就不會實施美國的所謂制裁的啦 美國的制裁在香港是沒有約束力的 那換言之 郭樹清今早所說的說話 其實就是將以往不同官員所說過的東西 重新這樣再表達一次出來 就是一個立場的宣示 那到底哪一個可能性發生的機會是比較大啦 我們又可以從幾樣的蛛絲馬跡來推考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根據立場新聞的報導所說 就說警務處國安處助理處長江學禮 在上個禮拜 警務處的國安處助理處長江學禮 就已經是還清了 大維津案8號5座其中一個單位的兩項按揭啦 換言之呢 即是說他已經是向中銀還清了500萬元的按揭 以及是還清了向政府借貸的 209萬5千元按揭啦 哇 這樣就真的是踏水啊 當然他到底是供了多少錢呢 就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一炮過這樣可以還清那麼多錢呢 其實那些被美國政府制裁的香港官員 往往都會很快地還清 他們向銀行所成造的按揭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他們就避免那些金融機構尷尬 避免別人難做 而那些銀行也都是 是樂於盡快地跟那些被制裁人士 搞定了整條數 因為他們也都不想 這些交易成為了美國政府的把柄 當然這些就是一家便宜兩家著啦 也是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港交所在尚未獲得 證監會批准的時候 就已經對外公佈了 將要委任外籍人士歐冠星出任行政總裁 港交所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子正就解釋 說特區政府一早就已經知道了 鎖定的人選是外籍人士來的 他就認為 委任歐冠星是有助爭取外國投資者的信心 因為這個是屬於西人 由西人做港交所主席 就令到那些 西方的投資者重拾信心 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打的 好了 第三件事就是 較早之前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他們就打算出售 位於壽神山道的宿舍地皮 但後來整宗交易就曾經是卡住了 因為上邊就出手干預 使得交易就陷入於膠著的狀態 後來拜登上任坐暖了一張椅子以後 這一項的交易又重新開回綠燈了 當時市場上有些分析 說這是大陸向美國伸出的橄欖枝 目的就是向美國釋出善意 根據這三項的蛛絲馬跡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今天所說的話 其實就是把大陸政府一直以來的立場 重新宣示一次 應該不會對於中外的金融機構有什麼影響 因為如果你一旦要求他們不能夠做什麼 不能夠做什麼的時候 分分鐘會影響了部分金融機構的決定 他們可能會抽身離場 到時所產生的後果就更加嚴重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到底這個看法是不是準確 應該時間是會驗證得到的 另外我們再看看 郭樹清今天早上還說了一些說話 他就說中國仍然願意 跟美國的金融機構以及企業合作 包括給外資企業 以合資或者是獨資的方式 在大陸設立機構 也會繼續放寬 外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門檻 基本實現跟中資相同的待遇 當然他說就是這樣說 這些東西其實 在中國入世的時候 都曾經說過 要開放大陸的金融市場 說就是這樣說 也說了很久 但是連美國的信用卡公司 都未能夠打入大陸的市場 當然 他這一番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要跟美國合作 似乎大陸也不想跟拜登抹面 所以今早郭樹清所提及到 在香港的金融機構 我相信都只是一個 立場宣示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